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6月26日 利尼史特朗取胜卓撤有余 周日深夜,挪超同时展开多场激斗 其中使卓加斯特将坐镇主场迎战利尼史特朗 在双方最近一次交锋中,后者取得4比1的大胜 期间单单在上半场就取得三球领先 对此球员,还是颇具底气 整体发挥更胜一筹的利尼史特朗此行有力奏捷而回 上轮联赛,使卓加斯特可谓输得一塌糊涂 球队以1比5惨败给萨普斯堡 这导致此前的不败战绩就此作罢 要知道,在整个5月中 球队6轮联赛取得4胜2合的不俗战绩 由于上轮联赛遭遇一场大败 使卓加斯特上下当然希望及时找回状态 不过本场比赛难度实在不小 毕竟对手是联赛榜首的利尼史特朗 而前者目前防守还是不能让人放心 他们至今军场是1.82球 当中防守最差的基斯迪辛特等队则是军场是2球 可见对比之下,使卓加斯特的防守能力已属联赛没流 利尼史特朗无疑是本赛季发挥最好的球队 毕竟他们至今取得8胜3合的不败佳季 当中军场攻入2.18球 而后防线仅是0.73球 攻守间被帮助他们成功坐上积分榜投名的宝座 值得留意的是,利尼史特朗目前领先第二位的莫迪只有2分的微弱优势 所以他们确实不容有失,全取3分是球队主要目标 另外,中场1分尔马菲最近二轮联赛都有入球 可见即便是私职中路防守的位置 但其还是拥有一定的后上杀敌能力 这令对手可谓防不胜防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